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你们看 有胶卷吧 有胶卷吧 我是怎么想都不对劲吗 科长 你看看 我记得很清楚 相机里明明有胶卷的嘛 这不害人吗 你说 这不是诚心害人吗 你说 咱们干公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连个胶卷都不装 能那么蠢吗 处长 他是党员呢 党员干这种事 这不诚心让我背黑锅吗 这不是 你别嚷嚷了 成不成 周志明不是已经把你摘出来了吗 你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你不是已经把你摘出来了吗 你不是把你摘出来了吗 你摘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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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什么 ability 看看我把你摘出来了 那何方都要摘成的 他也会加什么 我要开心呀 你知道真吗 接局长办公室 干副局长吗 我是纪真 今天的事情我们搞清楚了 使周志明擅自把胶卷爆毁了 对对对 就是那个周志明 是他自己主动讲出来的 我们的意见 我和段航长明天找他谈谈 把详细情况问清楚 至于他的工作 那肯定是要停下来的 对他的处理 要看他对自己问你的态度 我的意见 还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吧 什么 您的意见呢 好吧 好 干副局长马上过来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个公安人员 擅自销毁了证据 这是不应该的 牵上 验军 你负责这事 他家没带武器啊 我还有 squirt 我还有一个人 他家没带武器啊 他家没带武器啊 我没有拿出来 我还没什么 是要不担心 他家没带武器啊 我还没带武器啊 他的枪法不是很准吗 不会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会看看 干副局长 他的枪平时应该放在那个柜子里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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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 在 上交 他 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 平时有点干不劲 放心吧 他不会动手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同志 这大半夜的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您是周志明这个项院的主任吧 我是我们那片好几个院的项院联合主任 你们那院啊就我和周界两家 大妈 今天晚上周志明 他回家了吗 回来了 现在可能都睡了 怎么着啊 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啊 要不然我叫他一趟去 周志明家里现在没有别的人 您是他的邻居 又是项院主任 一会儿我们要对他的住宅进行搜查 请您做个见证 来 您看看这个 这 这什么 不是 你 走吧 就这儿 用不着这样 你们去吧 带我们进去 开灯 给的 让他签个字 周志明 你被逮捕了 希望你合作一些 这是严峻前的字 他的字我认识 是 严峻怎么没来啊 周志明 放明明一点 严峻他不想来 等等 让志明把衣服穿上吧 他不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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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拿袜子 算了 先别带了 这样 这事可不能怪我 都是你自己找的 我就想不明白 你干吗非我毁了胶卷 行了 带松点 志明 那个东西你放哪儿了 什么东西 都这个时候了 胶卷 让他厕所冲走了 走吧 等等 走 王大爷 我爸爸想看的书 我已经放在桌子上了 友 Maria 您酬时间给我爸爸送过去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甭管了 还有 今天我的事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 好 好 走 快 进去 蹲下 行了 让他坐着吧 冤枉 真是冤枉 志明这孩子我最了解他 他绝不会干什么坏事 我不信 周志明他会干坏事 大福萨 小祖宗你就给我少出来 过来就是嘛 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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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回去吧 有手表吗 上海手表一支 抬胳膊 英雄钢笔一支 工作证一个 一串钥匙 来 转过来 面上想蹲下 季处长 这点小事还有你亲自出卖啊 这个人还没有最后定性 现在你们这儿放着 老是蹲着 喊什么 人要被估计 哪儿 乱者 别增乱了 一顿 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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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请不要把我今天的事 告诉我爸爸 他身体不好 你现在别考虑那么多了 集中精力 想你自己的问题 我把人交给你们了 你现在别考虑那么多了 我把人交给你们了 我可以来 有什么事 velvet 就你想一下 一点东西 你想一下 乱不许多 吃东西 就この生活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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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也是要扣押的东西 不是 反正也没有人给他送衣服 我给他带过去 对了 他昨天说想多戴穿袜子 那你给他找找 一块带过去吧 大妈 周志明的事 现在最好别跟他父亲说 我给他带过去 老王啊 志明怎么没来啊 是不是又出差了 这孩子 说走就走 也不打个招呼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他们公安局啊 都忙 老周啊 我还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 你好好养着 回头我有工夫再来看你 九号 周志明提审 出来 你找谁啊 我看看周云田 这个病人得经过保卫科同意才能看 是吗 我们理科长来了 你跟他讲讲 怎么回事啊 这位同志要看望九号病房的周云田 我是公安局的 最近这一段据我们进一步了解 自从他儿子出世以后 来探视的人很少 这前几天来过两个女同志 都说是他的朋友 一个说没工作 另一个不肯说出他的工作单位 所以我们没让他进去 这不 你们不是叫我们对病人暂时封锁消息吗 这几天啊 我感觉这老头啊 越来越疑神疑鬼的了 来探视和探望的人逐渐减少了 医生和护士对他也没有办法了 犯罪分子家属吗 谁还那么上心啊 病人又没犯罪 你们不能阻挡别人来看病人啊 就是就是 反正啊也活不了几天了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这 这人哪 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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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也是来 告诉我 他出差了吗 周书记 知名是出差了 把这个交给致命 好 孩子 承在我面前说起你这个师父 还有段科长 你们多替我照顾他 这孩子 我不放心 董书记 你就放心吧 真命是好样的 有我呢 你就放心吧 我 我 我 科长 这当初去局里开会 只有你和纪书长去了 你们怎么研究的 其实我也不清楚 可对徐帮城的审讯 我没有直接参加 会长 你看 大臣啊 这封信 只属我个人的名字 我不牵连你 如果上面真下来人调查的话 我也绝不会说 你看过这封信 科长 我的意思是 你写这样一封信 大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 我这心里边堵都晃 喂 我是段新玉 处长 我马上上去 纪大处长 甘府局长找你谈了吗 谈了 局里上午来电话 让咱们处去一个人到局里 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 周志明他父亲知道周志明出事了 反正是电话也没说清楚 我也没问 这事瞒着他父亲 那是医院的意思 你也是同意的 我跟干部局长刚谈完 局办公室的两位同志 就找到了我 也谈了 周志明的父亲得的是鼻炎癌 病情恶化得很快 今天早晨不到七点 人就没有了 周志明会受不了的 这么大的打击 他不是个坚强的人哪 我最后一次审讯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很后悔 他后悔交解曝光的事 他后悔留下那张条子 可是他不忍心看着小路受委屈 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看来周志明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来 干部局长 请 一个公安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销毁证据 这种做法确实是很恶劣 我跟御准处的同志已经商量过了 判他几年劳动教养 这样既可以教育群众 也可以达到挽救他本人的目的 不开除公职 难道两三年以后 我们还欢迎他回到这个办公室来吗 判这么重的刑是根据什么罪名 是独职罪 毁灭证据 这应该是刑事犯罪吧 按刑事犯罪良刑 也可以判处十五年以上 你们这是怎么了 按什么判那是技术上的 问题 你们可以和御审出去商量吗 喂 哪位啊 大家好 我找周志明 首先是我 哦 他不在 你啊 那严峻同志在吗 要特别注意 这件事情一定要隐移民 原来是你啊 好长时间不联系了 我都没有听出你的声音来 我现在正忙着呢 这样吧 今天晚上六点半 在二路下水河车站见面怎么样 好 那就这样啊 六点半见 严峻 跟谁约会啊 电话里那么神秘 跟我男朋友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 你有男朋友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找男朋友用不着在你这儿备案吧 随便问问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都是一个科室的同事 你呀 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啊 乡人 是小萌 走吧 走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别哭了 这这么多人 不 他不是坏人 他不会犯罪的 他们一定搞错了 你应该最了解他 你们在一起工作那么久了 总该帮他说说话吧 我该走了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才能见到他了 他是在押处之期间 不可能让亲属见的 连通信也不信 更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 你是公安局的 你一定会有办法 让我见见他吧 我不会连累你的 现在我们都见不到他 过几天再说吧 那我怎么找你呢 他打那个电话吗 别忘了我们可打电话 我找你吧 颜峻 来 来 人家 一会儿 也不认识 哎 不认识 如果你对判决不服 你可以上诉 走吧 温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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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